不见不散 Middeo Biscuit 不见不散 Middeo Biscuit 不见不散 他比较出色的是周深 当然周深就更不容易 因为他声音个性太强 他有这样这么好的声音 那么这么好的音乐感觉 特别特别难得 周深不管在哪一个时代 他都是最好的歌手 生生不息嘉年华将于今天中午 率先在芒果TV上线播出 晚上22点在湖南卫视播出 本期飞行嘉宾还是魏如轩和叶明熙 在本期节目中 周深与孙男合唱 相见不如怀念 舞台状态超好 就算不如怀念 就算你不了解 我只能对你说声再见 星雨纷飞 掩饰你的眼泪 在我重生之前 让我操干你的脸 别再挂念那一些 谎言我这是诺言 永远走出我视线 当你远走远远 当你远走远远 我会倾手为你画一个美丽的曲点 相见不如怀念 由那应作词并演唱 道出了一种遗憾又无奈的情感 在孙男与周深的演绎里 曲中人怀念的是曾经不蓝壮阔的沧海水 也是旧岁月里的无山云语 相见不再有意义 两位歌手用相配却有不同的歌声 将好聚好散的情绪完全表达 在直白的歌词与温柔的旋律中 观众已与歌曲情境感同身受 两位歌手的音色相互交融 将歌曲演绎的深情款款动人心鲜 歌手的音色相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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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在瞎着你的眼 还会愿意想起你的脸 此外小编想分享一个好消息 19日有网友爆料 以2024周深全新巡回为主题的演唱会将定档官宣 首站为上海 地点是梅塞德斯奔驰文化中心 时间为3月份 目前正在筹备中 经多方打听 基本能确定消息为真 一旦这个消息为真 就意味着二专也即将上线 怎么能不激动呢 想想前几天的微博之夜 周深在后台接受采访 被问2023最快乐的一个瞬间是什么 周深说是在深深感谢你演唱会跟生命们见面的时候 节目录制现场 甚至是活动升典的现场 能见到周深就是生命们最幸福的时刻 而被问到2023年有为什么事情哭过吗 周深的回答依然是在深深感谢你演唱会上 想到了第一次开演唱会的时候 看到真的有人愿意为你抽出很多时间 花费很多精力来跟你见面 那种感动没办法压抑 就会在舞台上哭 小编想说 不是有人愿意 而是有太多太多的人愿意花费时间 精力来和你见面 甚至还有无数的海米 跨越山海来见你 所以三旋快点开始吧 最后吃瓜不幸瓜 有确切消息 小编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祝周深眼中一切顺利 跨年晚会演出顺利 祝周深在自己热爱的舞台上一直唱下去 祝周深在新的一年里 健康平安自由快乐 生年快乐 自私顺意 新年快乐 年年开心 未来的路越走越稳 越走越宽 周深一个名副其实的打工人 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征服了舞台 征服了观众的心 他的成就不仅仅是辉煌的演唱事业 更是对于努力和梦想的诠释 他是一个值得我们永远爱戴的光 他的故事激励着更多的人 让我们为周深的勤奋与坚持点赞 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向他学习 努力追寻自己的梦想 愿周深的光芒继续照耀下去 为我们带来更多美好的音乐和感动的故事 历史很有趣 就是GG在他第一次 已经感觉到不妙了 亮相的电视节目当中采访 你们放过GG吧 也放过我吧 周深 他在节目里说如果见到周深 他第一句话就要说我爱你 周深 我想立马逃走 是三年前 现在长大了 这句话还说得出口吗 周深 别说 死亡拷问 为什么我说不出口呢 何老师 因为我知道台下的观众 都深深地爱着深深 所以呢 我就不说了 因为我还了解到GG是不是很多香港的朋友 香港的歌迷也很喜欢深深 是的 以我所认识的朋友们 亲戚们 大家都很喜欢周深老师 真的吗 希望周深老师一定要来香港开演唱会 大家都会等你的 大家好 周深 是这样说 我想到第一集问的那个问题吗 我爱你 我一直害怕有答案 也许爱轻轻彩虹地打转 你太失怀 何再有重来 我需要带 我需要自然自然自然 有没有空能把我梦记散 我从来自尊而不勇敢 我从来自尊而不勇敢 有一束光 那瞬间 是什么痛的词言 你的视线 是章节 为什么舍不来信念 我逆着光 却看见 那是泪光 这力量 我不想再见 那面对希望 你这光 却看见那存在的地方 愚者就在我身旁